中方已多次对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表达了严重关切和反对 福岛核污染水直接与福岛核事故中融化的反应堆堆新接触 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 很多核素尚无有效的处理技术 部分长寿命核素可能随洋流扩散并形成生物负极效应 将额外增加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总量 给海洋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预测的危害 根据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规定 日方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环境污染 有义务通知并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充分协商 有义务评估和监测环境影响 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 确保危险最小化 有义务保障信息透明 有义务开展国际合作 但日方试图拿各种借口 推卸责任逃避义务 在未充分研究论证各种处置方案的情况下 仅出于一己私利 就决定将核无燃水向海洋一排了之 这是将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和全人类 是极不负责任的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和本国民众的合理关切 以符合国际义务 国际安全标准和国际良好实践的安全方式 处理核无燃水 包括充分研究论证排海以外的其他处置方案 避免将不可预测的风险转嫁给国际社会 在同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 并达成一致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无燃水排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